哈里斯冲锋,拜登垫底,特朗普的优势被明显削弱 看来美国大选再生悬念 未到最后一刻不知鹿死谁手 这句老话同样适用于现在2024年的美国大选 有人认为拜登宣布退出选战是出于无奈 但也有人认为这是民主党一部妙棋 目前来看美国新一届总统究竟会花落谁家仍未可知 因此此次大选也再次出现戏剧性的转折 不久前特朗普在一次竞选演讲中遭遇刺杀 结果因祸得福 反而被MHA就是Make American Great Again的这群群体 再次给他推上神坛 共和党士气高涨 然而随着拜登宣布退选并推出接班人哈里斯 特朗普的优势一度显得非常明显 在得知对手将是哈里斯 而不是拜登之后特朗普甚至还松了一口气说 这哈里斯更好被打败 明显比拜登更容易 然而令特朗普始疗未及的是 这位更好对付的对手却给他敲响了警钟 根据最新的民意调查 美国副总统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哈里斯 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 竟然显示出微弱的领先优势 如果总统选举当天举行 50%的选民表示将会投票支持哈里斯 而49%的人倾向于支持特朗普 在情势更为复杂的前提下 即使增加一个独立候选人叫罗伯特肯尼迪 哈里斯依然以49%的支持率领先于特朗普的47% 而更值得一提的是 在支持哈里斯的选民中 41%的人是出于对特朗普的强烈反感 34%是出于对哈里斯个人的认可 而另有24%则是因为他是民主党的候选人 就是为了反对共和党 那这一系列的数据 无疑让美国大选的结果再生悬念 值得关注的是 无论是欧盟 日本 澳大利亚 加拿大 还是韩国 目前都在观望 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做出明显的表态 那这些国家显然是深谙美国大选的复杂性 所有的民调在最终投票前都不能代表真实的情况 那最终结果往往与民调有着显著差异 如果现在轻易战队 未来啊 恐怕会有大麻烦 事实上 美国大选出现悬念并不出人意料 首先 现任政府由民主党掌权 而哈里斯作为现任副总统 在政治立场上与特朗普有着明显的差异 特朗普虽为伤人 善于随机应变 但是其反复无常的作风和狭隘的利益导向 使其难以为国家制定全面平衡的内外政策 其次 在这次大选中 哈里斯并非孤军奋战 拜登的支持无疑为他增加了筹码 拜登在剩余的任期内 先替哈里斯承担了一些重大问题的责任 比如说对乌克兰军援的问题 从而减轻了哈里斯在敏感议题上的压力 最后呢 特朗普的所谓优势啊 也在明显被哈里斯削弱 此前他一直用年龄问题抨击拜登 但如今对战哈里斯 这个优势不复存在了呀 更何况 哈里斯现在在各方面还有很多 这个优势 比如说LGBT群体的支持 女性选民的支持 移民群体的支持 以及来自多个国家的政府 金融资本 军工复合体的支持 再者 按照美国人特有的逆反心理 这次大选出现一位女总统 也并非完全不可能的啊 那在这一切悬而未决的情况下 或许我们只有尽管其变 让子弹再飞一会儿